然后就说到了这两个事情 两张脚脚 结果就我坑过一滴儿几回都不跟我 说台湾真的太稀释了 嘿大家好我是贵州洋门 嘿嘿 我来了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频道哈 然后欢迎大家来拉地菜 这是班农们在聊天哈 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啥 咱们百合这个台湾的摩托车 靠这个摩托车到底难不难 为啥子要靠摩托车 为啥子要靠摩托车这个问题 你说了这个问题吗 我真的是一开始我 我对我老公很不满意 为啥子不满意啊 那么多你看都上那么多的摩托车 然后我可以靠摩托车 我真的是心里面喊得很 我跟你说吗 那么先我们就进入这个话题了哈 为啥子要靠这个摩托车 因为台湾直板边 其实它的交通便利是很方便 主要是因为这个台湾的机车 真的太机车了 这个台湾真的太机车了 好想说是全球是第一 是第一个机车比较多的一个地方哦 然后呢 然后呢台湾直板边呢 然后这个机车我要再靠哈 是这个样子呢 因为在几十年前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习惯了 去坐摩托车 要不 然后呢 你要一会儿把他取消 是不可能的事情 知道不吗 首先我来说一会儿 我刚来台湾的时候 对这个 呃 就像很多摩托车 这个 刚想是少子哈 一开始是这样子的 我来台湾呢 我就是看到摩托车嘛 就很多嘛 啊 然后呢 我就想 我说 哎呦 台湾这些摩托车那么多也不进步啊 然后我在想 哎又不进步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那那不是很危险吗 其实我觉得他们就是也满守规矩的了 当然你就算没有摩托车 你也会有交通事故嘛 刚才的时候 我老公呢 就说 呀门 你要呃 先做 那些事情 那些事情要办 然后就说到了质量过事情 你要站脚脚 哈哈哈 你要站脚脚 哈哈哈 他问我要站脚 然后呢 我就说 我有脚的嘛 我这儿不是有脚的嘛 你看我这儿不是脚嘛 哈哈哈 哎 然后呢 我老公说 不是 跟你说这个 一个是摩托车 一个是脚脚 这两个在台湾 有了这两个你非常的方便 我说 呃 要的嘛 我就慢慢的靠嘛 后来呢 他就带着我去 可以 呃 见你所可以问 啥 就在这个 台中北团区里 见你所可以问 呃 然后可以问呢 然后就说 只要是 那个居留字 就是我们的居留字 你有效期 是能达到 六个月以上 那么就可以在这旁边靠 那我是有当主 那旁边的 一个家事字就靠一个 一个鼻子就哭一了 是 啊 靠鼻子嘛 然后嘛 后来我就先可以把鼻子靠了 是 鼻子靠了 去年 去年子的时候 哈 然后我就拿到一个 嗯 汽车驾照了 这个 拿到了之后嘛 然后 我 我 我 好像也是 差不多一两百块钱吧 台币一两百块钱很便宜嘛 二一份质量我就会拿来 还靠机车我们计划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后嘛就 考完是嘛 没好好嘛 过年了 是 结果我可以 呃 问说我还可以考试 我以为是直接到现场就可以考了 是 结果不值得要预约 然后预约呢 那么 吃过时候呢 然后呢 你 你就 还做一个 母理 母理体 通过了 之后你再回住 那么我就 年轻就 就 考不到 这个 然后 我就 后来我老公说 那么 年后考嘛 后来就年后考了 咋 嗯 其实 年轻的时候 我就 我老公就 带进 我在 练走 摩托车了 现在呢 我来 跟道教说 一会儿就是 这个 你在练走 摩托车 考试的时候哈 如果说 你去考试的话 然后 我觉得 还是 就 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哈 那么 我觉得 还是要把这个摩托车看书 还有这个 呃 比考的一个 比考的题目要做 说 我呢 就 我老公呢 就 监督过 我这个人呢 有点像 五六 就是 有点慢 知道不 就是慢吞吞的 他不 喊我看书 我也不看 其实不是我个人的孩子 就是 我老公监督过哈 然后 就说 每天 那么 你要说可以 那么你每天要 呃 做三篇 要做三篇铁 要不 啊 做个模拟铁 做完之后呢 小伙子要有时间 或者白天有时间 然后他就 他就可以练这个机车 练到滚锅 难熟了之后 然后我再可以报考的 然后考之前呢 我们也去做建议所 可以看了 你知道不 看什么 不是看美女帅哥哈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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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看这个现场的路线图是怎么样的 然后哪里要打灯哪里不打灯 然后我们看了做正春的风发之后呢 再来练习 其实我上都可以看得到的哈 但是呃 我老公还是觉得呃 可以现场看了了解之后呢 比较 比较好 后来嘛 我们就看了回来又继续练嘛哈 嗯 其实 其实练到输了之后呢 然后就可以考了三 然后就 开始报名考了三 哦 报名之后 报名前几天的时候 我就特别的担心一下吧 呵呵呵呵 我老公都担心我穿穿 呵呵呵呵呵 其实我觉得我对 对考试来讲 我还是蛮有点哀泥泥 小朋友就不好 一次过不到 然后呢 我老公呢 就一直在路上这些 哎呀 就是会鼓励我 然后说你要分 平常线就像 就像平时连车一样的 就可以了 三个 我说 那个年导 我是在哪里连连 我是在这个五日之旁面哈 台中五日呢 我集车连续唱 有很多人可能会问说 那我要去连这个机车 那么我要在老的连 你们只要在这个谷歌 谷歌里面哈 谷歌里面 然后可以搜索这个 叫做机车训练 你看哪个地方 比较近 那么你就 走一会儿去念就可以了哈 然后呢 我们二天去考试 我们是早上很早就去了 然后考试 他考试就是需要提供你的这个体检报告 然后呢 你的相片要三张 然后你的拘留这儿带着 然后给他 而且报名 交费 那么交费之前呢 你要先去上课 那么这个上课呢 上课呢 是上两个小时 那么这个上课都上一刷子 只要上两个小时 其实这两个小时 我跟你们讲 过得非常非常快 啊 又好快啊 因为你看你当你身心 投入到影片里面 可以看些故事之后哈 然后你就会 你就会 然后时间也好会儿都过了 首先呢 他们是封一锅一个影片 啊 我现在把这一篇就是我 我去上课呢 这个 这个就是我去上课的时候拍的哈 那么他先是封影片 影片就是交通事故 还有个 啊 医生 那个医生 然后有一个 他一杯你看好像是我忘记了哈 我记性超的黑 你们不要想我 就讲一些交通事故 就是手术没有抢救成功的 或者是成了植物人的 就是那些北山家庭真的是看了我眼儿水都流下来了 而且现场真的有女生就是就是很伤心 要不 因为他里面讲的一些故事 就是交通事故的故事还有画面 真的看了 当时的想法就是干脆的我不靠了 我真的看了那一段视频 我就说哎呀 但我说我不要靠了 真的 后来看完之后呢 然后又有现场的人来讲解某个 讲解之后呢 这个就教我们一些小技巧啊 这些 然后就是说要呃 往后开这个摩托车的时候 那么在路上要做一些扫子 比如说比开扫子 呃 叫我叫做雷轮操 到火车啊 遇到小雨啊 这些要找些子 然后还告诉我们这个北屯间的所谓 只剩多天的 他们说的是考虑到的 是就是因为我们平时 就我们平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 也会遇到小天小雨哦 刮大风哦 大太阳 那么就现场摸你根 看你根的运气了哈 那么我爱天就是阴天 也没小雨也没出大太阳 哈哈哈 哈喽 然后这块头这个哭散完了之后 要可以抓着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可以开始靠鼻子了 然后就把质量了解 然后可以保一个肥脚了 保命费 这会儿才真正正正的让你可以保命 你必须可以上个阔才给你保命哈 然后保命 然后交过 呃机车靠教掌的费用 好像是250块钱哦 第一次是250块钱 那么250块钱交了之后呢 然后你就等到排队去 靠鼻子 啊鼻子进去之后呢 他们会给你拍一个号码 哈你到哪一台电脑面前去靠 然后你就进去靠 靠了之后呢 在做完体了之后呢 交卷 交完卷以后呢 然后就直接走到那边去 然后他们念到你的名字 把质量拿给你 你就拿去 直接可以去靠这个 无头体了 你不靠 但是呢我就 我就出来 其实我都猛猛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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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然后我看到别人 他喊我出去到那边去看影片 朋友说看影片嘛 那么我已经看过了 是我就直接来一个考试了 结果考试的时候呢 你们猜 这个时候遇到啥子状况了 好了我先跟你们说嘛 结果主要捆过一堆机会都不给我 然后就喊我可以抽票 抽号嘛 然后我说号嘛抽姐 结果我说43号 这个 然后43号我就 我就拿起 拿起之后呢 然后我就 我说我还念一会儿 然后我老公还跟我说 只会考管一堆都不一样 你赶紧的考 我说压得吗 真的后头我就 后头我说还要都念一圈的 哈哈哈哈 犹豫不绝的小宝 其实 其实我还是担心 其实没有紧张 我也没有紧张 但是有点担心 就想还在念一圈 结果我就是第一个要考一下的不 哎呀我真的是 但是我老公说 他说快点 人家那个 那个考管已经在喊好没了 哎 我说是吗 然后我就懵懵懂得开就过去了 开过去我就把资料了 然后我考管 考管之后呢 然后就开始考试 那么考试他的步骤是 第一个是奇妙线 然后第二个是转弯 第三个是左转 就是日词左转 啊 第四个呢是扁导 第五个呢是直觉转弯 还有个S型 再来呢就是直觉 然后然后添了评价大块头了 首先我的这块头 我分享一下我个儿的经验哈 认真听哦认真听哦 呵呵呵 希望我的经验呢 会给你们带来一点点的 啊 帮助 啊 没有考虑哈 不值得说考虑哈 考虑肯定不用说了 这个我做视频呢 肯定就是没有考虑 就认真听哈 嗯 其妙线呢 我的练的练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哈 假如说 哎 假如说我拿个东西来比较哈 你等到等到我找个东西 这是 假如说哈 假如说这一段呢是 这一段呢 在这个起点哈 这一段呢 这个是一个奇妙线的起点 哈 我们这个时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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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机车在做起点后面 对不对 好 我们一定 我我个儿念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哈 我在这个机车起步之前呢 退后 一股机车 就是一股摩托车的车身 为啥只要退后这么远呢 你肯定会问我 我要只不从这个起点开始 因为我们这个摩托车在 就是摩托车的发动的时候 还会油门一开的时候 哈速度是比较快的 知道不 那么快的时候 我们要给它一点缓冲的时间 我们这个时候发动了之后哈 可能到这 这块头起步的时候 就开始稳了 稳了之后呢 我们这个眼睛不要盯到这面前 不要盯到这个摩托车的面前 知道不 微少人 好 现在听我讲 这个眼睛你盯到面前的时候 你看到这种浓腿在掰的时候 你这个作业 你分到这个面前来了 这个 你分到这面前来了 你肯定就紧张了 是 好 我们把这个眼睛缝圆一点 我们把它缝圆一点 缝圆一点的时候 你看到我直线 你的眼睛顶到我直线的中间 那么你就在动 而且我在念的时候 我自己的手是没有抓紧的 那么我自己的手是要掌控这个油门的 我做是右手哈 因为我在这摩托车 可能做镜头有点翻转了 我右手我我我我这个 这个 油门 然后这个猪手 我就轻轻的放松 我让自己的身体都放松了 反之三边 反之三边之后 然后之前 还有就是掘掘也是很关键哈 你做掘掘不要黄来黄去 不要这样子黄来黄去 你拆上去之后 你就很放松的 就拆的不要动了 你不要很紧张 你越紧张就越抖 你看你这样子越紧张你就会越抖 我们很放松 把它放在这个 就它本上面好 你不要长得太开 你不要放得太重 好身体也放轻松 这个时候我们开启这个机车一号就往前看看看看 然后呢 刚刚刚起步的时候 如果油门发动比较快 这个时候我们做油门就不要加油了哈 第一次找了不要加油了哈 找到看到它快点慢慢慢慢慢慢的 慢慢的 然后它有一点 你感觉它有点快走不动的时候 轻轻找一点点 然后另外一只手 站着一点点的刹车 哎 然后就慢慢的开始过了 然后呢 你不要去看 其实它有个描述带 我这那会儿再跑七秒 那么我就没有看个 我是早起念我个儿的 我是 心里面没念 好 我起步之后 我感觉我的后轮 就是我这个木头车后边这个轮子哈 后边这个轮子 然后我感觉它已经 带 然后我感应先了 然后我 然后我灯会跳的吗 你听得到声音是 好 你就开始数 12345678910 一般你数到10秒的时候 咱们你做7秒都是过了的 结果呢 我就那开个K 然后 哎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喊 考官没有喊我下来这个 好 我继续走 咚咚咚咚 哎 还有一点就是 每一次起不了 左右白头哦 为啥在左右白头啊 其实我们正确的是看后视镜 才不看后视镜 但是这个白头的幅度太小了 我考官看不到 所以我们要摆倒的 摆倒的 不在这样子 其实有一过 有一过视频它很很高笑 知道不 其实二天我可以考上看 如果也是前个猴子一样的 在那儿看 把我笑翻了 真的是 嗯 后来来天姑姑也是这样子 模拟人呦 结果 坤姑哎呀 没跟我排下来 不然会让你们高笑一步 哈哈哈哈 好 然后开始打个地方听 听了 然后又开始 啊 然后 七秒闲过了之后就没有 就你看有没有红绿灯 有红灯你就不要走 绿灯来走 好 然后就开始靠靠靠靠靠 结果就靠完了 好 后面路也不讲了哈 然后 主要是七秒闲 然后 哦 还有一过 还有一个就是在过日 吃猪窗完的时候 他他我 会到风险都会不用到 然后呢 你就直接的方程 方程可以 可以转 转到一边 然后转到我空棍里面之后哈 你可以调整我摩托车 叫做你开到指板边 风险 要回到哈 到完之后你再可以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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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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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